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都传得满城风雨的 当然 汉朝不像现在 当时的人对于这种事还是比较宽容的 所以很多后人写的史书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就算是官方编写的证实 也会对此有所涉及 绝不畏尊者会 就说这汉哀帝留心吧 史书中就多次提到 说他有个男宠叫董贤 有一次 两人同袭睡午觉 汉哀帝留心一觉醒来 发现旁边的董贤睡得正香 不愿打扰他 便偷偷起身 不料 留心的长袍被董贤压在了身下 于是 他拿出刀子 把长袍割了下来 从此以后 古人便用断绣纸皮 来形容这种特殊的男男关系 那汉代为什么出了那么多同性恋皇帝 原因有三 第一 不是汉代出了那么多同性恋皇帝 而是每个朝代都有 只是汉代史书上恰巧记载的比较详细 而别的时期的史书上由于各种原因没记载到而已 特别是宋代以后 由于成都理学的支故 社会风气日益僵化 同性恋这种事 当事人不敢说 史书绝不敢写 第二 汉代的那些另类皇帝 不是不爱女子 只是由于缺乏正确的教育 与有些男子关系过境而已 举个例子 汉成帝刘傲 他有个男宠叫张放 乃是张汤的后人 汉成帝曾对赵飞燕说过 说自己喜欢张放 是因为此人生的唇红齿白 一副小生模样 惹人脸 他说 自己对张放的感情 与对他赵飞燕的感情是绝对不一样的 历史学专家朱大可教授就曾分析过 说具体像汉成帝这样的 其实不能算是同性恋 只是由于审美出现了偏差而已 第三 还是举汉成帝 刘傲的例子 据史料记载 当年的赵和德 就是张放介绍给汉成帝的 汉成帝也对赵飞燕承认过 自己之所以喜欢张放 一来是他长得俊美 二来是他能帮汉成帝 完成一些朝臣们没法完成 或者不想完成的任务 比如说 帮他寻找美女 或者帮他传递和消息杀的 换句话说 对于像汉成帝这样的人而言 男宠 不过是一个幌子 张放 说到底还是他的一颗棋子 而且是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那种 没 不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